接下来就是传说中的花园夜诗 是的 是以愚美人为代表的可可利克 花园这个组织的话 大家应该也不是特别陌生了 它是一个活跃在地底和上亭两大核心势力之间的一个刺客组织 按照思维惯性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的话 大多数可能是一些比较沉稳隐忍的一个人 但可可利克他有自己的生存逻辑 他是那种或者说我们希望他是那种能够在夹缝之中 仍然盛大绽放的这样花一般的一个人物 我们希望他活得任性自我 嚣张打护 所以也会拒绝任何人给他传达过来的所谓的大道理 他是一个强大美丽 而且残忍又张扬自我的人 也是一个可以随时能够拿捏他人生死的强大的角色 这一套我们把它贯彻到了能力设计 以及他的一些声线之类的各种表演上面的一个统一性上 这个大概就是在剧情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体现 然后美术设计上跟文艾老师那边在进行很前期的讨论的时候 有过很多种方案 然后因为花园是一个我们已经埋了很久的组织 然后当时想的是作为花园这个组织的领袖 他可能是一个利于百花之上的 可能甚至不是花 然后当时是有一个设想是月亮 就是月下照百花的感觉 比如说可能用牡丹这种 然后可能觉得很就太重太艳了 就不太符合我们想要的那种胶落的形象了 最后把这个核心的要素落在了于美人 既没有像月亮那样跟百花疏远 他也是发了一种 然后他同时也是比较独特 会在百花之中能绽放出自己的异彩的一种 他的关键词还有一个点是吸血鬼 我们想做那种外表和发心智的一个反差 在诸多方案中淘汰了一些 可能看起来过于哥特复古的方案 淘汰了一些可能更像礼服的方案 我们后来选择了红白通状 就是想通过颜色更像直观去展现 他一个柔软又张扬的一个面向 然后胸前的那些红宝石装饰品 也是想去模拟那种血珠一样洒落在他身上 一种美丽又残忍的感觉 去回扣这个吸血鬼的点 或者说美丽本身也是这种残忍吧 好有文采 过来帮我写文案续续 当时他废岸里面的月亮 我们最后也把它内化成了他人设中的一个 平常泡完澡喜欢晒月亮 这个就挺有意思 对不起